欢迎来到网商世界 今天我就拍了一段视频是给年轻人 年轻人最不应该做的事 如果我可以啟发到你想些东西 我觉得是值得花时间跟年轻人聊聊天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嘛 年轻人最不应该做的 我想分享的是 你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纯粹追寻一种兴趣 很多时候现在这个世界我也明白 每样东西都好像很困难 每样东西都好像很难达到 但其实每样东西你花时间是做得到 首先第一是肯定做得到 第二就是你要牺牲一些东西才能换到其他东西 所以千万年轻人 你要好好珍惜的一件事就是时间 你时间只有去一次而已 无法回头 那如果你每天都是在打机 坐下看剧 都是追求一些开心 追求一些娱乐的话 那你会牺牲到一件很重要的 你未来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再有的东西 就是自由 如果你现在不肯牺牲一些时间 去好好设计你的未来 设计你的人生 你将会一无所有 因为未来这段时间 这十几二十年 也是非常困难的年时间 因为社会正在变 所以年轻人最不应该的时候 就是浪费他的时间 去追求一些欲望的东西 比如说我吃好东西 穿好东西 这些不是这个时间去做 这个时间 开头的时间 你要挨苦 或者做一些很重复性的东西 很闷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去追求一下 我要去极致 如何去玩几个月 退休成年 其实你人生很长 当你所有东西 财富自由了之后 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财富自由 是让你买一些时间 你是有真正的自由 当然了 自由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我稍后再说 如果你一天都是要 靠你的时间来换钱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自由 而且你还发觉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是不开心 因为你很多时候 也算是想要一个长一点的休息 都不行 因为你没有很好的设计你的人生 设计人生一定要由小开始 你要由头开始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你怎样设计 我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我设计的东西 都大多数很早已经完成了 并不是我特别厉害 其实主要我就是做了一件事 你就是要节省时间 你要把多余的时间 尽量减散 尽量集中在你想做的事 例如你的兴趣 比如我想开一个事业 你就要拼除其他事 都不要做 牺牲了它 不玩了 不打机了 不去砌模型 你集中在你的事业 把所有的事业都丢掉 因为我有几次醒觉 我也是这样 我把所有的事丢掉 因为我知道 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 我只可以集中精神 去应付我现在的事 现在年轻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 专注力不足 因为社会太吸引了 很多很多选择 你好像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越早立志越好 因为其实 你大部分的事都是做不到的 譬如你心里面 有五样六样事要做 你其实可以减省去到 一至两样 集中火力去做一样的 譬如 如果你觉得感情 对你很重要的话 请你把所有的事丢掉 不用去赚钱了 你全力去找你的爱情 你一定会找到 每一样东西 其实是一个取舍的关系 只要你肯放弃一样东西 绝对是做到另一样东西 你肯不肯去做的 如果你觉得 喂 我的事业是我的专一 是我的重点 其他事就不要做了 集中在事业那里 其他事都不要做 所以 年轻人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浪费时间 千万不要 如果我再早十年 我可以再利用好些时间 其实我可以再更加上一层楼 财富并不是可耻 很多人都说 如果我想着去赚钱 或者是什么 是好过去 其实完全不是 这个世界唯一 唯一能买到自由 就是当你有钱 好了 你觉得有用 可以赞和分享给朋友 下面留言讨论 我希望这个台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另类的想法 另类的知识 我刚刚刚说了 大家是不用害怕的 就算股市震荡 楼市震荡 其实也不用害怕 因为这些都不是第一次出现 接着下去 一定会有很多波折 但我不是说股市会很大升 或者楼市会很大升 不是这样 但它一定就不会像以前那种 塌下来的情况 是不会再出现 那当然是有理据的 那我就 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 但这段最主要就是 年轻人不应该做的事 年轻人 就算你不是年轻人 那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有你的能力的话 就做好自己的事 集中火力做一样东西 并不困难的 我发觉呢 因为很多人失败 其实做事太多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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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